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继续讲世情论师所造的阿比达摩居士论 昨天讲的色云 眼根等五根已经讲完了 总而言之昨天所讲的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色云它有五根和五金还有五表色 这个大家应该记住不管是大乘还是小乘 只要承认宗派的话 只要我们学宗派的时候所谓的五云必须要通达 五云当中的色云大乘也是这样承认的 小乘也是这样承认的 应该是五金和五根还有五表色 这个是所谓的五云 昨天五根 五金 五表色当中已经讲了五根 五根按讲法他以法相的方式来抉择的 也就是说 识相的方式来抉择的 所以法相和实相在一名当中也有一些差别 今天我们讲下一个接颂吧 色有二种或二色 所为之身有八种 唯有六种相分色 所处分为十亿种 就是他这里色深相位处 我们经常所谓的五金 昨天五根已经讲了 今天五金 当然大多数的人口头上 我们口口声声都说是五金 五根 但是真正的五根的可能认识的话 也平常我们问到底眼根是什么的话 有些人认为眼珠就是眼根 到底耳根是什么呢 这个耳朵吧 耳朵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有些有牦牛的耳朵 有些有老猪的耳朵 但是认为耳根就是外面的这一块 这个认为是耳根 但实际上这是小乘他们都没有这个乘 所谓的我们外面的鼻子耳朵这些的话 它叫做生意 也就是说身体 它是身体的部分 所以不是耳根 这个一定要懂得 昨天小春也是认为 它是耳根和鼻根 在里面有一种色法 清净的色法 它是这样认为的 卫斯宗和宗观在内的这些 他们认为这是所谓的耳根 耳根和鼻根 五根是一种特殊的种子 或者特殊的一种习气 也就是说执着外境的一种习气 这个叫做耳根 所以耳根有时候我看我们很多人 已经学习 学佛法已经多年了 但是到底五根是什么呢 然后五根是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 因此学居士论很有必要的 下面我们今天讲五根吧 它这里的色就是五根当中的色 所以它这里的色和 昨天讲的色域里面的色和五根里面的色 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色域里面的色它五根 五根全部都已经 那么色域里面的色的时候 我们的耳根这些也是已经包括在里面 然后那个色 五根里面的色它只有二十种 除了二十种以外 像五根里面的这些五根 五表色 这些都是不包括在色经里面 所以五根里面的色和五根里面的色法 大家应该清楚 它这里说色有二种 或者二种指的是现色和形色 或者色经分二十种 就是这个 然后所谓的神 神音的神分八种 位有六种 相有四种 所处有十一种 这个所谓的五根 五根是这样分的 下面我们从洛特罗伯的讲义上面给大家讲的可以吧 到底二种或者二种或者二十种的色法到底是什么样呢 下面我们可以这样 所谓的五根究竟是指什么呢 成为眼根的对境这色法如归呢 在包括显色与形色两种中 我们眼睛对境的这个法叫做色法 色法实际上是现色和形色 现色的话 我们经常所谓的 人们普遍说的颜色 颜色叫做现色 然后这个形色的话 人们经常所谓的形状 因为它属于在色经当中 后面加的色 所以颜色和形状包括在色法当中 如果我们归纳起来的话 就是说颜色和形状里面 所有的眼睛对境的外境 已经包括在现实和形式里面可以包括这样的 当然现实和形式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比如说他们有不懂的话 现实和形式都是诚实存在的 有一种诚实的法 他们认为它是一种诚实的法 下面它这里如果我们再详细分的话 所谓的色法分二十种 怎么样分的呢 则有十二显摄和八种形式 共为二十种 其中的第一个呢 也就是说一十二个显摄吧 一十二个显摄的话呢 这个蓝黄白红四种根本显摄 它有根本显摄和质分显摄 这个我们平常说的四个主要的颜色吧 这个四个主要的颜色叫做根本显摄 然后是荧光明暗 还有那个云和烟成物吧 这八种成为是枝分显摄 这叫做枝分显摄 它这里的我看应该是黄 蓝黄 白红 这个应该知道的 然后那个颜的话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颜色 然后光不是太阳 太阳的光叫做它的光线 这个叫做光明是除了太阳以外的 其他的像灯光这些所照耀的这些显摄 成为明暗大家都知道 晚上的时候不能见色法的一种笼罩的黑暗 叫做是暗 然后云就是天上的云 然后烟在烟囱里面出来的烟 成所谓的微成 可能有些有解释 有些不一定有解释 然后这个乌 春天的时候有随正器引发的这种乌 这些按理来说也不是很难 但是因为讲俱舍的时候 每一个法相有它的一种特点 我们对任何一个法要抉择的时候 必须要通达它与其他的法不同的特点 所以这八个叫做八种枝粉显色 因为它有光有光的一种颜色 暗有暗的一种颜色 那么它是有不同的话 这些颜色全部是什么呢 全部是一种释法 他们认为 比如说我们这个光 他们认为除了这个物体以外 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光照耀的时候 这里面有一种石油的东西 它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眼睛所见到的对境 所以它这里不管是六种 四种根本的颜色也好 或者八种枝粉的颜色 全部是我们眼睛的对境 但眼睛对境的话 它照射在这个物体上面的时候 就是有不同的现色 因此这个所谓的颜色 它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还有像绿 比如说黄色和蓝色 蓝色搭配以后变成绿色的 然后黑色一般画家 这些可能以前学过画画的人都知道 然后黑色配什么画呢 应该是蓝色和红色还是什么 可能说错了也不知道 然后黎色 黎色的话 不知道汉文里面的黎色 应该是藏文里面的黎色 就像那种森黄 就像以前国民党的那些军官的衣服 应该是不是黎色 然后黄绿色 黄绿色 淡蓝色等等 其他所有的颜色也可包括在根本和之分 因为它还有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但是各种各样的颜色 实际上是这几个根本的颜色 然后搭配以后才可以显现 其他各种各样的颜色显现出来 因此阿毕达摩《俱舍论》当中 门凤仁波切在智智入门 但我想了智智入门以后是入智智门好不好 就是喀巴乱 这个我现在才想的以后可能提名词的话 智智入门好像智智入其他的门一样的 智智应该是入智智门 要趋入智智的门非是不是这个意思 以后可能这个要再想一想 以前一直说智智入门 门凤仁波切智智入门当中暂时用智智入门 但是以前我们经常都是这样讲 但应该是入智智门可能好一点 愧巴能及比骨 这里面讲的基本上是相同的 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个教派哪一个宗派都承认 所谓的现色和形色是色法 现色十二种 这个是没有宗派上面的辩论 只不过是他们有不宗的话 他们说是是现色的不是现色的 然后是现色的不是现色的 然后是两种的好像分三类也有这样的说法吧 比如说是现色不是现色的 像上面所讲的四个根本的颜色 还有阴 光 明 暗 这四个是现色但是不是现色 他们认为比如说阴 光 他们都没有特殊的形状 然后蓝黄 白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形状 因此是现色不是现色的也有这样说的 然后他们说有现色没有现色的 就是优标色的色法 比如说我们身体的优标色没有现色 有现色它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磕头的时候 或者我坐的时候好像是圆圆的 然后我站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长方形的 这是身体的一种优标色 看起来的时候有不同的色法 有标色的一种色法 但实际上颜色除了身体以外没有别的 他们是这样说的 除了这两个以外的 其他上面所讲的现色 现色方面的法 全部属于既是现色 又是现色 它是有这样的分类 但后来金部宗和卫士宗一直破他们的观点 说因为所谓的颜色 不管是任何一个物质 在物质上面可以显得出来这个颜色 但是当它物质上面显得出来颜色的时候 这个物质肯定有不同的形状 所以颜色没有形状的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四个根本颜色里面的一个红色 红色的话 它没有形状的单独一个红色拿出来的话 我们根本看不出来的 应该它在一个物质上面显现 物质上面显现的话 到底这个物质显得什么样呢 所以上面的颜色应该显得是有形状的 所以金部宗和卫士宗后来也是着重破他们的观点吧 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不管是它在任何一个物质上显现的话 应该这个物质是有颜色的有形状的 是这样说的 然后刚才他们说是有形状的没有显现的 就像是优标色的身体 但优标色的身体实际上是它有它的颜色 一个人的身体穿着红色的衣服 然后他金刚家伏座的话 我们看见是它一个红色的东西 然后他穿着一个白色的 他站着的话 我们看见一个白色的长繁星或者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说法应该说是不成立的 应该他们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但是这方面也是有关这方面的辩论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颜色 就是颜色方面分了根本颜色和这份颜色 然后其他的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颜色 可以上面的这十二种颜色分出来的 所以其他的颜色应该包括在这个当中 第二个问题就是八种星色 那么它的形色或者形状就是长和短 高低 还有方和圆 正外有这么几个形状 然后我看这里面可能上面有几个 长的也知道 短的也知道 高低 方圆 这些应该全部都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这里面有些可能做了解释 所谓的上面所讲的里面的成是 起风的时候而成的灰尘 去年一个金刚道友在美国的时候 他说 拉荣山沟里面的灰尘特别到 我的眼睛里面经常落入很多灰尘 所以特别痛苦这就是所谓的成吧 然后五 五空气中的水蒸气形成的 银是对现见其他笼罩中的星体 不作障碍的黑色 其实那个银子的话 真正现见这个物体也不障碍 不像晚上的黑暗一样的 见这个物体都是不黑暗 上面只不过是有个银子嘛 有个银子的话 它原本的这种物体可以见得到 但下面也笼罩着一种黑色的星体 所以说这种黑色的星体称之为 称之为以前我放牦牛的时候没有这个鼠标 看那边有这个银子的时候 用银子来打几号 这个银子找到这个时候我可以 要回去的话就可以 因为有时候没有太阳 就像今天一样的话 有时候造一点牦牛要回来 可能现在根本还没有到时间的时候要回 有这种现象 所以这个银子也实际上起一些作用 起什么作用呢 它原本的物体不障碍 但是它上面还是有一种黑色的东西 然后明和暗相反的 白天和晚上也可以说或者光明和黑暗 光明的范围比较大 光是指的是能照明一切的色法 它这里明和光应该这样分开 尤其说是所谓的光 太阳的光 太阳它自己 太阳日轮 日轮肯定不是这个 方式指的是四方形 原式指的是原形物 平难指的是平正狂张 欲正相反凹凸不平的叫做事外 这以上我们所谓的色法 色法人人都说我见色见色 但是真正具体说起来只有颜色或者是形状 颜色包括在上面所讲的十二种里面 然后这个形状只有这八个 所以二十种吧 我们二十种色法已经讲完了 下面讲八种声音 有八种声音 所有的声音你可以包括在八种声音当中 即有之数大众声与无之数大众声中的第一种 实际上所有的声音分 有之数大众和无之数大众 它这里有之数大众的意思就是众生的相续所摄持的大众声 比如说我们人的身体 牦牛的身体等等 有情的身体 有情的大众所摄持的话 这个叫做有之数大众声 然后无之数大众声没有有情的相续所摄持 就像石头的声音 牧头的声音 河牛的声音等等 那么这些无之数它这里指一般执着和相续 有形式 有这个意思 总的来说分有之数大众声和无之数大众声分两种 其中第一种有之数大众声分为有级别声和无级别声 他这里有级别声意思就是说 他能表示出一种内容 任何一个内容 这叫做有级别 比如说我们一般人说话的时候 他还是应该说话过程当中说出一些内容 如果说不出任何内容的话 这叫做无级别 他这里这级别也是有相当不管是好或不好的内容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有级别声又分为如说法那样的悦耳声音 刚才不是说有级别声指的是有标准 众生的相续当中所摄持 并且在有级别声有些人说法吧 有些人一个上师说法的话 第一个他肯定是有之数大众声 因为众生的相续所摄持 第二个问题他说法 他说法肯定是里面有一些内容 没有一个内容的这种法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有之数大众所摄持的 然后有级别声音的话就像说法一样 但是有级别声有两种 一个是好听的 一个是不好听的 就是有两种的说法那样是悦耳的声音 还有出于那样的刺耳的声音吧 也是有两种的今天唱的胜利道歌那样 应该是悦耳的声音也是有级别声音 然后有些吵架那样的声音就是刺耳的声音 凡是这种声音就叫做刺耳的声音 也是众生的相续所摄的 而且他们的话语当中还是有一些内容 有关贪嗔 贪心的内容 痴心的内容等等 这些说明叫做有级别词耳的声音两种 无级别声刚才不是大众所摄的呢 也就是说有知书大众所摄的 有级别声和无级别声嘛 那么无级别声也就是说 我们放出的一些小巴掌发出的鱼耳的声音 还有拳击发出的刺耳的声音这两种 这两种不是刚才讲了吗 无级别的话它表达不出什么内容 那么刚才这个乐器发出听到的时候 我们这个手拿着鸡宝 然后敲击的时候还是生出很好听的声音 但是它表达不出什么有内容的声音 然后我们如果用拳头来打别人的时候 也有一种词耳的声音不知道什么词耳的声音 打架的时候是用石头来打的 可能已经变成了无知书大众所摄的声音吧 然后如果这个石头在树上的话 应该是有知书大众所摄的声音 如果这个石头已经抛开了 离开身体的话这个应该属于无知书大众所摄的声音 可能是这样的 这种声音叫做词耳的声音分两种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有知书大众的声音 总共分四种吧 这个分法你们下来过会好好看一下 这个比较好懂 然后无知书大众所摄也分为有界别和无级别的两种 有级别的声音这个刚才跟前面一样的 无知书大众生他全部是没有众生的心的相续所摄持的声音 那么这种声音也是有好听的和不好听的 然后有内容和没有内容的也有两种声音的 那么第一个有级别声有如幻化的人说法的声音一样 幻化人说法的话 他幻化的人他那个是戒律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幻化的人不是真正的众生的相续所摄持吧 有些幻化的人他依靠什么木板 木块 狮子等等 以这些来在电影里面的幻化的说法一样 那么这个也有像传说佛法一样的 有这样的有级别的好听的声音也是有 然后如幻化人所说的粗语一样 不好听的声音也是有的只是刚才有级别 有级别的话他粗语也是有一些内容的 传法也有一些内容的这叫做有级别声 无级别声有同骨那样的鱼儿声音和 还有如岩石倒塌等等这样的词耳声音也有两种 那么这个众生的相续没有摄持的 没有是说 因此叫做无知数大众声音 这个是 所以他这里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是比较中等的吧 也不是很刺耳的也不是什么很鱼儿的 但是一般的一些中等的语言也是应该是有的 但是这个它这里大致是这样分类的 因此中等的语言不用分了 因此在这里没有单独分吧 这是我们所讲的声有八种 这个已经讲完了 下面味有六种 六种的话 这个可能大家都好懂天天都特别喜欢 那个胃口好一点 甜的 酸的 辣 还有咸和蛇 蛇说是橄榄味 橄榄最近都是给我寄了一些橄榄 但是我一点都不习惯 还有枯萎吧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香有四类 这个是妙香和恶香 然后平等和不平等 它这里平等和不平等一般的香 不管是妙香还是恶香一般的香叫做平等的香 然后不平等的香恶香也是太臭了 或者是妙香的话太好这叫做不平等的香 已经超越了它的界限吧 这个叫做香这样分的 然后这个所处吧 所处的方分十一种 十一种的话 一个是因所处即死的 这个下面我们还在讲 这里没有地水火风的话 它有不同的所处吧 比如说坚硬的所处 吃热的所处等等 下面这个还讲 这叫做一般地水火风叫做是因所处 然后果所处呢 总共有七个吧 果所处有肉软和粗糙轻重 然后汉能和饥饥饥 就分了这几个 这些我看我每一个人肯定是懂吧 哪些是柔软 哪些是狠轻的 哪些是重的 然后下面好像讲罗特罗伯有些事也已经做了解释 其中能因岁月风过多而形成想得到温暖的所处 冬天的时候我们在 不管是在经堂里面还是在自己的方文里面 始终是希望得到一种温暖 这叫做汉能的所处 然后饥饿吧 饥饿的话 否则凤果多而形成想得到食物的所处 这是饥饿 记得不用解释 凡是中午没有吃饭的话特别饿 这就是这种所处也是有一种感触吧 然后柔呢 由于活节过多而形成想获得一些饮料吧 有饮品的一种所处 这个所谓的柔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这就是这种感染态 优优独播剧场——师妹 所谓的消息 这种感染态 给大家看 就是这种感染态 就这种感染态 咱们都很多是不 Southern 像你 从推荐的消息 您的感染态 你就出来 听到最高的时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